素,素,前面這個飽滿的感覺 而且好像有點晃動 嗯,不是很流暢 有點略帶晃動,素 到這裡 稍微 抬起來 咦,還有點往內 哎呀,真是的 摺,用力摺,讓它產生這骨結出來 然後這個也是非常短 底岩有穿過去 縫到下面來 穿透的感覺 素 心 滑下來 粗粗細細的 然後點下來也一樣粗粗細細,再彈上去 好,其實這裡瘦了是為了這裡 然後這個 啊,太靠近太靠近,有點可惜 小心這個地方 細細瘦瘦 因為它終於已經擠住了 這兩個點代表 跳上去 折下來 跳上去 然後輕輕鬆鬆的 帶過來 然後細細瘦瘦 停住 然後這個是逆過來 很用力的挑起來 然後這個點過來 也很用力的帶過來 心 溫 這個 這個字就比較 抓的比較靠近中間 比較正方形的感覺 它的伸縮就比較少 所以要寫得 緊密一點 然後 橫劃細 橫劃細 有時候來個方硬的 有點瘦耶 過頭了 張開比上面寬 但是要記得 收進來 要收進來字才會緊測 溫 這裡怪怪的 它感覺好像要彎過去再彎回來 好幾次常常都這樣 很奇怪 照理說應該只有瘦下來 不曉得為什麼它要再扭一下 感覺要寫那個1234的4的感覺 沒關係 照它 沒有關係 溫 清 零動的點 跟剛才不太一樣 零動的點 有點扭轉 零動的點 然後 然後 抬上去 只是話 上面要記得稍微伸出去一點 然後這滑動 挑過來 細細瘦 注意鍵隔距離 細細瘦後面拉長 停住 然後再從上面滑下來的時候 又胖胖飽滿的樣子 然後再逆上去 那就帶下來 彈上去 那這是 折 折 又上下折 這樣感覺 輕 4 飽滿了 且有點 哎呦哎呦 太快太快 哎呀 後面有點尖 飽滿 然後這個是滑下來 又飽滿 這橫非常短促 然後這個也非常短促 然後這個非常的優遠 後面有點膨脹起來 這個膨脹起來以後再去 回來再 點這個點 流動 帶動 拉動 拉動 4 藍 藍 比較長 比較長 我們要先預留一下空間 細細瘦瘦的 然後這裡是滑動過來 是往這邊的 然後 這個折要方折 略帶有點粗度 細瘦 因為有 有粗的有細的 這樣配起來才會覺得有變化 這是粗的 然後滑上去 然後這個是往外 扭出來的 然後這個很飽滿的 跳上去 然後 細細瘦瘦的 細細瘦瘦的 這樣粗細上才有差距 滑動 然後這個不要 裂帶 飽滿 這裏面 這個筆劃最飽滿 就不要客氣了 哎呀好細 然後在這裡 滑動下來 跳上去 跳上去以後這個有 點 扭轉過來 再 點 流動一下 藍 絲 左邊的感覺就很 分量很重 所以要寫得粗一點 這上面這邊會比較長 兩個字畫 右邊長 然後通通出了很難看 要細瘦的感覺 哎呀又來個細瘦的 這邊其實不要太長 他寫得有點長 就卡住別人了 不過沒關係 跟他一樣是沒有關係的 哇 扭轉過來 這裡沒有送出 帶回來 帶回來幹嘛 帶回來是為了 這裡還有 然後這裡 氣筆也沒有拿起來 拉得非常長 筆沒有拿起來以後 就從這裡再花回來 然後撇出去 這種感覺 絲 心 心筆畫很多 所以在寫的時候 有時候 粗膝要 控制好 然後上面這裡 一筆畫通常上面都會伸得很長 這樣看起來字才會有 挺勁的感覺 如果寫得不夠長 就會看起來悶悶的 像這個 就很長 左邊會有一個伸長 右上面有伸長 右邊也會有伸長 其實這樣字才有變化 那這裡就 低一點就可以撐托它很高 有時候 字是對比出來的 不說那個筆畫寫多長就一定漂亮 而是跟左右做對比 然後這裡就是我剛才講的 右邊 伸長伸長 這非常長 這裡這麼短 這裡非常長 這樣它的差距才會出來 然後再把這個心擠進去 這擠得非常辛苦 心 這裡又很飽滿 然後這個撇有點長度 點比較短 然後加上這個 彈起來以後 再從這裡過來 往內集中 挑起來 它這裡有勾 往內集中 挑起來 然後後面的細細瘦瘦 注意見隔距離 細細瘦瘦 心 如 這個一上去 再下來 這個看起來有點 誇張 然後這個撇 流動 滑力 拉得好長好長 挑進來 對準這裡 下來 下來以後 這樣子還要再拉上去 折 用力的折進來以後 再 帶過來 壓下來 如 成扁式 鬆 這個筆畫 好飽滿好飽滿 很奇怪其實這個筆畫 是偏旁 上面要高一點 上面要高一點 那這個撇 自詠這邊通常都不撇出去 好奇怪 照理說應該都會撇出去 不過它沒撇 我們也不用撇 不用怕它 不夠粗 然後這個點 要流動 雖然小也是要流動的感覺 過來 扭過來 帶上去 用力的按 把重心壓回來 鬆